精灵救生灵 小朋友看儿童剧 立刻有心得 让我感动的地方 就是他们在找花过程 他们会互相帮助 他们没有说退缩 就静下心来团结一致 最让我感动是森林火灾那麽 因为不要让人们一直乱丢垃圾 一直烧垃圾这样 多用点环保的东西 故事主角是住在森林里的小动物 生存的渴望也是给人类的警示 我们要带给小朋友的里面 就是环保的部分 还有我们要怎么爱护地球 节能减碳 对于我们现在的疫情的议题 要怎么保护好自己 也都是我们要传达给家长 同学还有小孩们的一个理念 因为小孩子呢 就是通过这些剧场 来领悟里面所要传达的这些信息 然后对他们的这些成长呢 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教育 慈济科技大学因新冠疫情停摆三年的儿童剧 重启巡回演出行程 击打静思堂化作剧场 是课堂外丰盛的人文饗宴